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赵论》里面说了几句话 他说 本无 诗相 发信 信空 语言慧 一个意思 这五个名相 一个意思 若思若心 因缘汇集而后生起 所以 佛在经上讲 佛法应缘神 清凉大师 在这个书朝里头也说 语言神无信 荡体即空 所以佛在经干经上说 发上印射 侯宽非法 这些开示 都非常重要 是佛法里面最高的 纲领 纵持法门 信安住 安住是不动的意思 所以信安住 真心是不动的 那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动呢 情动 舍动 主要知道 知不动 信不动 真心不动 佛在讲经说法 所用的这些名词 真的是随手念来 那么佛这种教学 它用意很深 目的呢 叫我们 一意不一语 叫这个 你要懂得佛所说的意思 不要执着佛的言说 不要执着佛讲的 这些名词说语 名词说语 它是表伐的 它是工具 它不是目的 所以佛不说 不是常常说 一样的 让你不执着 让你不分别 那个真正的意思 你就懂了 你就体会到了 这愿解如来 真是一样 不动 是真的 所以有时候叫 摄像 凡是动的 那是妄想 妄才会动 妄动 真不动 那我们起心动念 这起心动是妄心 妄动 真知不动 正知 在不动的时候 你看看 佛法又称它为根本知 称它为实知 就是真实的智慧 它不动 其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般若经常讲的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佛用这个名号 我们想想 这个名号 是对哪一类众生 说真的 大概是 我们一般讲 心 不能够定下来 妄想 妄想 妄念 太多了 这个名号 对它 就会起作用的 想想 心安祝福 心安祝如来 我们要学心安祝 直到自信真知 如如不动 动是错了 奇心动念 为众生想 为正发想 对不对呢 没有为自己想 在三成法里面 勉强说 你做得不错 你做得很如法 在一成法里面 你还是错了 为什么 一成法就说 从来没有 起心动念 一切事情 会做得很圆满 何以见得呢 释迦摩尼佛 不就是的吗 释迦摩尼佛 在我们这个世间 实现的霸向成道 心安祝福 没动 所以 形式出那么大的 智慧能力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是心安祝的作用 我们今天 没有这个智慧 没有这个能力 是我们的心 它是动的 它不是进的 它不安 它也不住 那不安就 没得住了 所以安祝 这个意思 就是 大丁 就是我们 在前面讲的 那 不动之福 心安祝 就是不动之福 病一切处 病一切实 这是法性 与法性相应 就如如不动 起作用的时候 那是硬 外面有感 立刻就有意 所以 没有想 我们现在 想替社会 做好事 想怎么样来 帮助 正法 你还是动心 起心动念 法生菩萨 祝福如来 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做的真的是 究竟 圆满 我们起心动念 怎么做 都做不圆满 这个里头 还是 有确实 还是有障碍 自他 都不能做到圆满 这个意思 很深 很深 我们要细心 思维观察 要学大成的 或者是 我们希望 将来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提高自己的品位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 不能不认真 学习 智慧开了之后 并伐界 虚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这个认知 是真摄智慧 那就不是凡夫了 再看 第七句 名号 获名 如法心 法 是法心 如 是与法心相应 与法性相应的行为 是诸佛如来 是法身 大死 九法界的 有情众生 做不到 虽然做不到 可以学 我们常说 学多少 算多少 肯定 有好处 没有坚信 怎么个学法 经教就是啊 只要随胜经教 随胜住佛菩萨 就是如法 就是随胜 就是随胜 发心 菩萨 是地上修成 凡夫如法 形成菩萨 菩萨 如法 成就 佛果 我们今天 学佛 功夫不得力 什么原因呢 没有如法 我们 我们把 经教 跟实际的生活 完全脱节了 纵然学习 很认真的学习 也不如法 为什么呢 心量太小 自己跟自己 画小圈圈 小圈圈 永远不能突破 那么佛在经上 教导我们 这个是基本的教学 校养父母 奉私 寺长 我们这个圈圈 就局限在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寺长 局限在这里 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 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是什么呢 孝亲尊私 世间人都懂得了 这现在人不懂得了 现在人为什么不懂呢 佛在无量寿经上 讲得很好啊 现在你不懂的 是因为 你的心人无知 不舍道德 无有余点 没教你啊 树无怪也 佛不会责怪你啊 你从小就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责怪你 那是太过分了 不可以 没有受过教育 你不懂得这个 佛怜悯你 可怜悯你 经上常讲 可怜悯着 你不懂死 你没有智慧 你这样下去 如果设施 遇不到佛法教会 哪有不度三途的道理呢 那佛菩萨看得清楚啊 你现在是个人的样子 一转眼 你就换了身体了 这不是人的样子了 那么佛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佛的意思是叫我们 把校养父母的心 扩当 校养一切众生 是这个意思 特别 菩萨戒精 佛讲得很清楚啊 一切男子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你想想 他那个校养父母 那个心量多大 又说 一切众生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未来祝福 这个范围更大了 因为前面讲男子女人呢 是讲人道 讲一切众生呢 那舍法界统统包括了 蚊虫蚂蚁 是众生啊 他是我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妄鬼地狱是众生啊 他也是我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祝福是老四 你就想想看 校养父母 奉司司长 这个范围多大 境界是变法界虚空界 这个才叫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说实在讲 也了不起 校养的境界 是三千大千世纪 不是这一个地区啊 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球啊 一个太阳系 不是啊 小乘的境界 是三千大千世纪 所以小乘人 佛 只有释迦摩尼佛 一尊佛 他只有这一个世界吧 大乘法里面 境界就大了 他的境界是变法界虚空界 在华眼镜上 在华眼镜上看到 重重无尽的法界 不思议的境界 这大臣啊 所以孝敬 你要懂得了 什么时候 你能够把一切众生 真的都看作是 自己的父母 未来祝福 恭喜你 你成佛了 这是如来 古地上的境界 我们要想成佛 要想早一天成佛 佛 真的一点都不吝啬 都教我们了 古人讲的 他丝毫没有保留 是活盘脱出 真的是究竟圆满的供养啊 我们能不能体会到 世界 迷惑的人多啊 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多啊 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 不了解事实真相啊 我们在一切众生 分逼分辞 还有严重的执着 这个都是业障 非常严重的业障 这个业障 你要不把他消除掉 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 不能 他障碍你往生 他障碍你见佛 所以心量不能不拓展 在大臣教里面 心量不能不恢复 因为你的心量本来是 包太虚周杀戒 这本来是嘛 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搞得多可怜 我们应当要知道 我们应当要知道 对约翼障碍 对 约翼障碍 约翼障碍 我们在六道里头 无师戒以来 生生世世 跟多少人 借过约翼障碍 这些约翼障碍 在菩提道上 就变成魔障了 是魔障从哪里来的 无缘无故 人家不会来障碍你 总是什么呢 我过去障碍他了 他这一次来障碍我 我过去是 毁谤陷害他 他今天毁谤陷害我 我过去占他的便宜 他精神的占优我 总是这些嘛 远远相报嘛 生生世世 遇到了 麻烦就来了 绝对 不是没有原因的 只是这个原因呢 我们自己不知道 觉悟的人 知道 就如同 拜证大师讲的 大修行人 不媚英国 他清楚 他明白 他知道这个国报来了 这是哪一笔账 什么时候接的 现在国报现前了 这个账消了 怎么消呢 他接受 没有诚惠心 没有报复心 这样聊了 消了 业障是这么消的 如果我们在受到这个国报的时候 其运恨心 其报复心 这个账不丹麦有效 又添上一笔 这个麻烦大了 这些离四 我们在这么多年 从经教里头 一切经论里面 我们重复多少遍呢 不断在重复 有没有必要重复呢 有 为什么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不是说 这些经文 意思我懂 我也会讲 是不是真正行过来的时候 还靠不住 什么时候真正行过来 报应临头 你用什么心态来处理 这个时候才真正看到你 你永远醒过来 别人 毁谤我的时候 侮辱我的时候 陷害我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反应 从这个地方 减点 就晓得自己 到什么境界 古人所谷 古人所谓 无故加之而不怒 中国 古德 这个读书人家 这是人的修养 在佛法上 这是觉悟 你修行的功夫 你真地觉悟了 智慧开了 你如乏刑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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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复 心里头 永远保持着 清净智慧 无知迷惑的人 他造罪业 造罪业 一定感受古报 他的苦报 现行了 你听到了 作何感想呢 我认识 心事报啊 没错 这是事实 这个时候 考验自己的 公恨 你学佛 是不是真正得受用 真得受用 你一定有行动表现 我们在讲经书 常常讲啊 画笛 画笛 为有 画愿为亲 真正 真修先生 在这个世界 永远不会跟任何一个人 为敌 就是对恋 没有 你齐心动念了 你要去救他了 你去帮助他了 他是你的冤家对头 过去陷害你 现在他有难的时候 你会去帮助他 你会去救他 真正落实道 不念旧我 不增我人 八大人就经常讲 你把佛陀 这些教会 学了之后 变成你自己 内在的营养 养分 你全消化掉了 所以你表现出来的时候 就跟诸佛菩萨一样 那么样的自然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 这是什么 这是真义舍服 真的 佛法受用 不但 你的智慧先前 你不生烦恼 佛报不可思议 这是 如法显 那么有学佛的人 看到这个 纵然没有怨恨 心里面也很和欢喜 他遭报应了 他过去害我害人 害了不少人 现在找报应了 黎明心生不起来 救护的心 更生不起来 但就是 学佛没有得到受用 你所学的 没消化 像吃东西一样 胡伦腾草 吃下去了 依然排泄掉 没有吸收到营养 白学了 如法心的人 他得到这个养分 真的消化掉了 在他心理上 身体上 他真起作用 这个作用 教化众生 帮助世界 那大的来讲 这随你的心量 你的心量要大 跟法身菩萨一样 那个心量 境界 都是变法界 虚空界 你这种教诲 是对 罚界 一切众生 禅神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 祝福如来 都说之不尽 那我们回过头来 从最小处来讲 小处便是大处 为什么呢 随着你的心量 扩大了 小处什么呢 弟子归 最小的了 地子归 里面所教的 儿童 学习 怎样对父母 怎样对兄弟姐妹 怎样对长辈 怎样对宾科 基本的做人道理 一些礼节 从思想 观念到言行 从小要学 这是一日常生活 这个小圈圈 小 你要能把弟子归 扩大 我在家里面所学的 对父母 礼记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遇到这个人 这个人年岁 大过你二十岁以上 就要用什么态度对他呢 对你父母的态度对他 他跟你父母是一样的 大你十岁 你要以对待你长兄的心态 看待他 他是我的长兄 儒家也推广啊 也把这个小学教育 推广到大社会 国家天下了 佛法推得更广啊 推到法界 虚空界 无境无边 重复的世界 不思议的境界 你要不能够托广 托得这么大 你就不能超越六大轮回 六大轮回是个界限 怎么突破呢 这个我在讲系列 说过很多次 如果我们心量大了 就把他突破了 心量一定要大 一定要知道 就苦 就难 我心量大了 欲言家 敌人 人不能有怨恨心 喜怒哀落 外物欲 中国人将其情无欲 其情无欲 造成六道轮回 其情无欲要断了 实在他不是真的断 大乘法里面讲转变 把它转变成智慧 这个智慧是厚德智 无所不知 转烦恼为菩提 七情无欲是烦恼 你怎么样 把它转过来 变成菩提 菩提是觉知 你用这个觉知 却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 转悟为善 吉功雷德 利苦的罗 修行在哪里修啊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待人皆无之处 你要细心观察 细心去体会 大方光佛华言 就在六根界出 六尘境界之处 那是真的大方光佛华言 这个经本是说明书啊 千万不要死在经本里头啊 那你就错了 那么大方光佛华言 你永远连别人都摸不住 天天念大方光佛华言 完全迷失 那不是个大笑话吗 在华言经里面 佛教导我们生活的方法 工作的心态 厨师待人皆无 真的是顺劲了 但是总的纲要 你要把它抓到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待人皆无也好 掌握到华言的纲领 就是 文殊菩萨的施波罗蜜 普贤菩萨的施大愿望 总纲领 用这个总纲领 去落实 如来所讲的 诸物莫足 众先奉行 自尽其意 施诸佛教 最初方别 最初也是终极 是佛教的四摄法 四摄谈四摄法 是方法 是手段 最后 普贤菩萨 施大愿望 到归极乐 那是真正的大愿满 如发心的大愿满 我学佛 这么多年来 总结 修学的纲领 二十个字 以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存心 用这个心 看破放下 自在随云 念佛 心思 前面设个字 是心 后面设个字 是心 这是我们自己的心 心 何在这个世界 像佛菩萨一样 为一切众生 做个好样子 所以要常常想到 我这样做 能不能给社会大众 做模样 只要提醒这一句 你就知道 该怎样去做 如果说这个做法 不能做社会大众的 好样子 就不能做 那么我们学佛 学了不少年了 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情有可原 小时候没人教 你的烦恼吸气太深了 佛法在这里熏修 天天熏习 还是不够 敌不够烦恼 进戒一线前 佛法忘掉了 烦恼七千星 烦恼里面 头一个观念 不管是有形无形 有意无意 自私自利 这个是第一个七千星 唯恐什么呢 对自己有伤害 经一切烈恼 避免 避免 伤害 殊不知 你是凡夫 避免伤害 就造成更大的伤害 古人又说 怕死的 一定死 特别是什么 在战场上 打仗的时候 怕死的 一定死 不怕死 一定不会死 这话说得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什么道理呢 佛法你都说得好 一切法 重新享生 他怕死 常常想着那个死 心享生 不怕死的人 这个心里头 没有那个死 所以往往这种人 他真的不死 他脑子里头没有死 怕死的人 时时刻刻担心 所以怎么担心 要死到临头 这是假 一般人 在古时候 读过书的人 那又不一样 读书的人 明理 他知道有道义 为了道义 可以移生 寻之 赴汤 掏火 在所不辞 为什么呢 把道义做出来 给社会大众看 这是教化社会 教化众生 用身来教化 他人死了 实在讲 我们现在想的 他生死了 他并没有死 他升天了 为什么升天呢 他教化众生 这个功德 这个线 这个线形高啊 线有线报 他当然升天了 那自私自利 这是私心 这是我 这不是善 这个对社会 对众生 没有一丝毫贡献 所做的是负面的 负面的果报 他往下降 他堵三土 他不如法了 如法行 这个名号 意思身广无尽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现在时间到了